周理珍来医院看我时,衬衫微皱,下巴泛青,看得出一夜未归。 清河项目顺利封顶,昨晚在五星级酒店摆了庆功宴,规划局几位有头有脸的领导都来了。 我陪着应酬,酒喝完一轮,本该是主人翁的周理珍却迟迟味道。 助理小齐吞吞吐吐吐告诉我,半个小时前,周理珍开了间总统套房,挽着一位美女进去了。 我勉强打起精神料理好事宜,等人都走光了,这才发现胃疼得厉害,一咳嗽,净呕出了血。 小齐大惊失色送我进了医院,经过检查,还好只是胃出血,休养一阵就好了。 周理珍来看我,一半是出于关爱员工,另一半,或许因为我们是床伴。 八年前,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周盛集团,成为她的助理。 第五年,某次酒后,两个人稀里糊涂滚了床单,从此,就成了心照不宣的床扮。 这段关系,一直相安无事。 只是,现在我觉得有些无趣了。 我知道,昨天她挽着手的女人,叫顾可佳。 她是业界有名的服装设计师,也是周理珍心里的白月光,昨天才刚从国外回来。 我和她,之前男位娶女未嫁,纯粹满足肉体需求,没什么可智慧的。 但既然现在白月光都回来了,我还纠缠雀巢,就太不识相了。 毕竟,过去三年,周理珍从未想过要公开这段地下关系。 优秀的人不免孤傲,她大概以为,无论发生什么,她只要一个回头,我都会在原地等她。 可惜,这段关系,只要有一个人不想坚持了,就会随时结束。 周总,辞职信我昨晚已经发到你邮箱,请注意查收。 周理珍眼皮都没抬,神色淡漠,显然不相信,张明月,你这是在吃醋? 不用吃醋,你早知道,做我的妻子,需要门当户对。 我笑了,周总客气了,我们只是床办,解释这些,多余了。 周理珍显然没听进去,她瞥了我一眼,漫不经心道, 可家只是在国外的公司,有些事情需要我帮忙,昨晚我们什么也没发生,你不要想太多。 她以为我在拿桥,在矫情,在撒娇。 其实,从她搂着顾可家进了总统套房的那一刻,她就该清楚,有些事,过不去了。 轻飘飘的解释,就是欲盖弥彰的掩饰。 不期待,不索取,不苛求,就不会把伤害自己的那把刀子拱手让人。 所以我也只是顿了顿,洋装若无其事,接过这一夜。 周理珍自小生活优渥,除了钱和钱,值得她在意和关注的东西,很少很少。 所以,多说无意。 在家休养两周后,我回去上班。 总裁办公室在顶楼,270度的大落地玻璃窗外,是景城最美丽的天际线。 9点25分,我泡好咖啡,抬手看表,再过5分钟,周理珍就会出现,她一向首识。 她符合女品小说里所有总裁的刻板印象,英俊多金,成熟稳重,雷厉风行。 最失态的时候,也不过是在床上,被我撩拨得溃不成军而已。 8年前,我进入周盛集团时,她已经是景城最大的开发商。 这些年,在周理珍的带领下,业务版图逐渐扩展到金融、新能源等领域,集团发展蒸蒸日上。 可没人知道,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周大总裁,私底下有多难伺候。 咖啡的温度不对,糖量不对,口感不对,都入不了她的口。 我还记得第一天上班,我泡了整整十杯咖啡,她才勉强点了头。 我掩了门出来,就碰见小琪。 她鬼鬼祟祟四处看了看,见四下无人,就悄悄给我讲八卦,听说那位顾小姐手段可厉害了。 咱们周总那么高冷的一个人,被她吃得死死的。 小琪说起八卦来,真是一把好手,活灵活现,仿佛人在现场。 她说起两人年少时性格倔强,后来因一场误会,谁也不肯先低了头,最终劳燕纷飞。 末了,她拍拍脑袋总结道,白月光的杀伤力真大,光站在那,什么都不用做,就赢了。 我哑然失笑,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。 我和周李珍这段地下关系,一直隐瞒得很好,公司里没人知道。 大概是我们两个总是公事公办,很难让人联想到那些风花雪月。 所以,小琪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在我面前,大谈特谈两人的过往。 知道顾可家是周李珍的白月光,还是我无意中翻到一张两人年少的合照。 夕阳下的少女美得惊人,正笑嘻嘻逗着狗,少年望着她的眼神,炙热而明亮。 爱意穿透照片,扑面而来。 九点四时,周李珍终于出现在办公室,比平常迟到了整整十分钟。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重新泡杯咖啡,就接到她的内线电话。 进了门,桌上那杯咖啡果然一口没动。 可家想在清禾那边办场服装秀,我同意了,这事就由你全权负责跟进。 周李珍说这话的时候,正低头看早报,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。 我一向不将私人感情掺和到工作中,于是实话实说,清禾各项配套还未到位。 园林绿化还没进场,还不适合举办大型活动。 周李珍的视线从早报转移到我脸上,眉头微微促起,有些不耐烦,我已经说得很清楚。 这事,我已经同意了。 你要做的,就是确保这场活动顺利开展,确保可家的创意得到最全面的展示。 他推了推鼻头上的金矿眼镜,加重了语气,我一向公司分明,这是你的工作范畴,别忘记你的身份。 周李珍说得没错,助理这个职位,核心就是尽一切可能满足老板的需求。 但他有一点没理解到位,就是我一向谨记自己的身份,从不会越界半步。 于是,我默默点了点头,正要推门出去,突然想起那杯早凉透了的咖啡。 我绕到桌旁,在周李珍亚异的视线中,收起杯子。 手腕却被他一把擒住,我低头一看,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首饰盒,送给你的。 打开盒子,是一对珍珠耳钉,闪着温润的光,一看就价值不菲。 周总,是您说的,公司要分明。 如果是对我工作的奖励,那应该由行政部颁发给我,如果是您私人给我的,那数我不能收下。 我默默合上盒子,轻轻放在桌上,转身出门。 周李珍叫住我,似乎有些不解,你还在生气。 我温和地看着他,摇了摇头,与其淡漠疏离,周总,我不是您的情人,没必要将红女人的那一套用在我身上。 出了门,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继续手头地工作。 周李珍买的那一对珍珠耳钉,出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众品牌乐。 因为名字李有乐这个字,我尤其钟爱乐量型的首饰。 某次陪周李珍去月给客户挑礼品,发现新上市了一套以月亮为主题的首饰系列。 我驻足在柜台前,看得不亦乐乎。 周李珍付完款,看我目光灼热,也就好奇地看了过来。 你看中哪个? 我给你买。 她的指尖触在玻璃上,点了点,除了这个。 那是一对情侣对戒,男款是太阳,女款是月亮,日月争辉,相生同伴。 她说的没错,这一整个系列,她给我买任何一款,都可以。 唯独这对戒,不行。 因为,我没有资格。 所以我当时也只是摇了摇头,没说什么,很快就把这事抛诸脑后。 没想到她还记得,买了珍珠耳钉来哄我。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,对付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或许有用。 在我这,是万万行不通的。 没过两天,我就后悔接了服装秀这个活。 我没想到,最难搞的不是活动本身,而是顾客家。 身为设计师,她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品味,事实挑剔。 小琪苦着脸来找我,说顾客家嫌弃古针颜色过深,让重新换一台。 我正为她指定的不厂物料忙得焦头烂额,一听这话,差点吐血。 为了配合她的古风专长,我特意脱了不少关系, 向一位知名收藏家借来一台古董古针,十分名贵。 得益于多年来培养的职业素养,我很快冷静下来。 我去找顾客家。 正想敲门的时候,里面传来周理珍的声音, 张助理跟了我这么多年,做事稳妥,你可以放心把事情都交给她。 我驻足在门边,突然又不想进去了。 你难得夸奖下属,看来张助理在你心里的分量不一般呀。 顾客家娇媚的嗓音里,带着明显的试探。 女人的第六感果然强大。 我自诩做得天衣无缝,也不知道哪里被她看出了端倪。 八年了,是条狗也早就摸清楚主人的脾气了。 周理珍语气平淡,连语调也毫无起伏,仿佛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 虽然早就清楚自己的位置,但这一刻,心还是尖锐地疼了一下。 我转头离去,给顾客家换了一台新骨症。 服装秀举办得很成功,顾客家压轴登场,身穿一袭自己设计的夜地红色长裙,风情万种。 她笑吟吟拿起红酒杯,为这场活动致谢,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,我们曾因误会分开,错过许多光阴。 但此刻,我想告诉她,未来的日子,我会一直陪在她身边,她值得我所有的偏爱。 顾客家迫不及待向全世界宣告她炽热的爱意。 会场一时掌声如雷,台下的闪光灯不断闪烁。 灯光的映照下,她右手无名纸上的戒指璀璨如星。 我在后台控场,离得近,一眼就认出,那是月纳套月亮系列里的女款对戒。 原来,只有她才有资格戴这个戒指。 鼻头涌上一股酸楚,我下意识去看周理珍。 无数道探究的目光落在她身上,周理珍嘴角擒着宠溺的笑, 向来淡漠的眉眼染上暖意,但笑意却未达眼底。 八年的相处,足够我分辨出她此刻的情绪,是刻意压抑的怒意。 我知道,顾可嘉先斩后奏,没争得她同意,就单方面公布了恋情。 周理珍做事一向滴水不漏,运筹帷幄,她向来厌恶自作主张,自以为是。 我眨掉眼中的水汽,在看过去时,那缕不月早已消散,取而代之的,是深情温和的笑。 果然,顾可嘉是例外,她也是她明目张胆的偏爱。 我记起三年前那次酒后乱性,起因是我工作上犯了错,她披头盖脸骂了我一顿。 我心烦意乱,去酒吧买醉,她来找我,我向她诉苦,她无奈地笑了笑,不知怎滴,也喝了不少。 灵星的记忆里,好像就是她这样的一个笑,让我大脑直接当机,竟鬼使神差地吻了过去。 张柱,后台清场了,工作人员的提醒让我回过神来。 我自嘲地笑了笑,继续手头地工作。 结束已经是深夜十二点,清禾项目位置偏僻,网约车都不愿意过来。 我百无聊赖地踢着小石块,就看见周李珍那辆保时捷呼啸而来。 摇下车窗,顾可嘉探出头,笑意盈盈,能否请张柱帮个忙? 李珍她今天太高兴,喝多了。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,刚好救了我的急。 车里弥漫着浓郁的酒气,还有女人淡淡的香水味。 周李珍闭着眼,白衬衫领口大肠,领带松松垮垮系着,是极松弛的状态。 顾可嘉嘴里埋怨着她喝酒不知节制,双手却不停帮她按摩着太阳穴。 他们两个,熟人的就像一对老夫老妻。 我默默开着车,将他们送到周李珍的别墅。 周李珍习惯独居,家里有固定的司机和阿姨,但都不留宿。 夜深人静,我只能跟顾可嘉一起搀扶着周李珍进了屋。 周李珍躺在床上,醉眼惺忪,顾可嘉正要帮她解衬衫的扣子,却被她抓住手腕制止。 李珍,乖,脱了衣服好睡觉。 顾可嘉轻声细语哄着她,想继续手上的动作,却被她死死置住,一时神色,尴尬地愣在原地。 我端着一杯热水进主卧时,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 顾可嘉很快恢复神色,她朝我笑了笑,语带试探,张柱对这里很熟吧。 经常来,我苦笑着摇了摇头,不想接她这个话茬,来过几次,帮周总拿文件。 见她还想开口,我先发智人,顾小姐,周总就麻烦您照顾了,时候不早了,我先回去了。 将水杯放在床头,我转身欲走,手指却被周李珍一把钻住。 念念,别走,周李珍发出模糊的一语,眉头紧促,似乎梦见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 我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,勉强挤出个笑容,周总认错人了,看来真是醉得不轻。 顾可嘉完美的脸旁有了一丝裂缝,她语调尖利,问我,也问周李珍,念念是谁。 从别墅出来,夜凉如水,空气澄清,人走在这样的夜里,脑袋也跟着清明起来。 其实,念念是我的小名,这是妈妈为我娶的。 我六岁时,她因病去世,爸爸随即离家出走,抛弃了我。 我被好心的邻居收养了十年。 我跟周李珍的头一回,说漏了嘴,后来,这成了我们密不可宣的小情趣。 平日里,我们公事公办,保持着上司和下属正常的距离。 在我带着那个秘密接近周李珍时,我就知道,她和我,注定不可能。 后来,我却不知不觉动了心。 可我知道,这只是一场清醒的沉沦,仅此而已。 被顾可嘉质问的那一刻,我竟莫名有些慌张。 我就像一个卑劣的小偷,短暂地偷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。 第二天,我刚到公司,就被顾可嘉堵在茶水间。 她身量比我高,妩媚的五官,带了伶俐的表情,有那么一丝压迫的意味。 昨晚她和周李珍是如何收场的,我没兴趣知道。 但她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,这才迫不及待来见我。 与其说是来质问我,倒不如说是来宣告主权的。 我知道你和李珍在一起过。 她微挑着眉,防御的姿态十分明显,其实男人都一样。 她一时新鲜,玩够了就会觉得无趣。 你跟了她八年,她是个什么人你心里想必也很清楚。 你该知道,你是什么身份,她是什么身份。 她的野心,她的家族,都需要我来为她铺路。 顾可嘉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 她除了是这名的服装设计师,还是长想集团的大小姐,是景城金融大鳄顾笑的掌上明珠。 长想集团早年在七里湖边屯了不少地,政府有意在那一片打造下一个CBD。 未来寸土寸金的地方,多少开发商争破头都想进去分一杯羹。 周胜也不例外。 所以,她低着头,视线在我脸上一寸寸搜寻。 大概是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难堪和屈辱,她有些意外。 正愣了一会才继续说道,所以,我不希望还在周胜看见你。 我将泡到一半的咖啡放了下来,耐心听她说完,这才继续泡完。 顾小姐,您误会了,我和周总,纯粹是寂寞时的慰藉而已,绝不掺和任何感情。 我无比清醒,周里珍所有的柔情逆意,从来都不属于我。 但凡我头脑发热沉溺其中,我的下场绝对惨不忍睹。 何况,我掏出手机,调出邮件,递到她眼前,与其平静,我辞职了。 茶水间陷入短暂的沉默。 你的离职申请,我记得我还没批准。 周里珍低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,她西装革履,一点看不出昨晚的狼狈。 顾可家眼眸一亮,急忙走了过去,轻腻地挽起了她的手,手上的戒指闪着刺目的光。 李珍,你怎么这么早就来公司了? 都怪我不好,昨晚,她停顿得恰到好处,很难不让人浮想连篇。 周里珍拍了拍她的手背,安抚道,下午的秀我会准时到的,你先回去吧。 等这场你浓我浓的戏份演完,顾可家终于一脸得意走了。 临走前,她斜瞥了我一眼,还不忘敲打,那就麻烦张柱照顾好我们李珍了。 耽误了这么一会,泡好的咖啡又凉了,我只好又重新泡了一杯。 进了办公室,周里珍先开口了,说吧,你想要什么? 升职?还是加薪? 我眼皮也没抬,将咖啡放在桌面后,这才神色冷漠达到, 周总,离职申请信一个月前我已经给您发过邮件了。 根据劳动法,提前一个月告知用人单位,不批准也能辞。 周里珍带着宿罪后的慵懒,她低着头,疲惫地揉着太阳穴, 根本没听进去,张明月,别闹了。 我刚谈下一块地,以后就由你来操刀,工资,给你翻一倍,行不行? 周里珍难得这样放低姿态。 在外人眼中,她说一不二,雷厉风行,是个沙发果断的狠角色。 只有我知道,她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。 我进入周盛那年,她刚从国外回来继承家业。 周老爷子白手起家,正下偌大家业,可西夏只有一个独生女, 嫁人之后只生了一个儿子,就是周里珍。 周妈妈是个恋爱脑,很少管周里珍,她是外公一手带大的。 周里珍十岁那年,她外公去世,父母离婚,周妈妈没过两月就再婚了。 继父穷小子出身,人聪明又有野心,很快哄得周妈妈让她进了公司,后来一步步长了权。 顶着太子爷名号的周里珍,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,继父又明里暗里给她使绊子。 我陪着她挺了过来。 我陪着她做方案做到深夜,陪着她应酬喝到不省人事,陪着她去工地考察弄得灰头土脸。 我见证了她所有狼狈的时刻,也见证了她成熟之后的辉煌。 我知道她放弃了什么,也得到了什么。 我对她也不是没有心动的时候。 我陪她去见一位投资商。 久过三旬,那老色批趁机吃我豆腐,我敢怒不敢言。 周里珍看见了,当场发飙,差点要给那老家伙一拳,被我死死拦住。 毫无悬念,我们丢了那笔投资。 那时她在公司举步维艰,继父联合几个高层制裁她,那笔投资对她来说非常重要。 出了门,她头一回劈头盖脸骂我,张明月,我还没窝囊到需要你一个女人出卖色相去帮我。 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尾泛了红,嗓音嘶哑,性感地要命。 后来,我看着她一步步站稳了脚跟,将那段阴暗不堪的日子踩在了脚下。 可她,再也没有为我红过眼了。 所以,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 周总,麻烦帮我签个名。 我指着离职申请信空白那栏,冷静平淡地向她报告今日的行程。 上午十点半是跟李董碰面,下午本来安排了去看地,不过您刚才说要去顾小姐的秀捧场。 那我把这个行程改一下,安排到明天上午,您看可以吗? 周李珍死死盯着那张表,对我的话置若罔文。 我也不在意,继续说,周总,今天是我在周盛的最后一天,下午我要办离职手续。 小齐那边我都交接好了,顾小姐的秀就由她陪您去吧。 周李珍这才抬起头来,或许是我脸上的冷淡和无所谓刺激了她,她语气森然,张明月。 你真以为我没了你不行?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,转身出了门。 我开始动手收拾东西,这些年积攒的零碎物件很多,我都不想要了。 小齐过来找我,她先是紧张兮兮听了听总裁办公室里的动静,这才哭丧着脸问我,张柱,你真的要走啊? 你走了我怎么办啊? 全公司上下,只有你能应付得了周总啊。 我笑得十分温和,安抚她,周总又不是吃人的老虎,没什么可怕的。 你只是习惯了有我,又不是缺我不可,以后好好干吧。 同理,这八年,周理珍也只是习惯了有我,并非缺我不可。 这点自知知名我,还是有的。 临近中午,人事部老大给我发了邮件,说中午陈董约了长响集团的顾董吃饭,让我知会周理珍出席。 陈董,陈继刚,就是周理珍的继父。 我给周理珍打内线电话,她冷淡地嗡了一声,算是答应了。 中午,小琪开车送我们去餐厅,一路无话。 周理珍神情冷漠,直到停了车,我说让小琪陪她进去时,她才动了气,张明月,你搞清楚,现在还是你的工作时间。 我只好陪她进了餐厅。 包厢里,除了陈继刚和公司几个管理级高管,顾笑带着顾可嘉也来了。 顾可嘉看见我,脸色一僵,但很快就调整好,换上一副笑脸。 她亲密地叫着周理珍,又过来拉她的手,坐在她隔壁。 在场的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精,不动声色互看了一眼,心底估计都明白了。 酒过三旬,这顿饭终于进入了主题。 顾笑年过六旬,穿着板正的中山装,看起来很有威严。 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,这才是诗然说道,陈董,七里湖最靠近湖边的那几块地,说实话,本来我是不舍得卖的。 她的目光落在周理珍身上,很是满意,又看了看顾可嘉,无奈笑了笑。 可嘉一直在我面前把李珍夸得天上有地上无,说她肯定能把那几块地做好。 我这才忍痛割爱。 言下之意,七里湖最炙手可热的那几块地,归周胜了。 陈继刚是只老狐狸,为人圆滑,文言立马起身给顾笑道酒,一副词副口吻。 我家这臭小子哪担得起顾小姐这样的夸奖啊? 她还年轻,历练上前,以后还要顾总多多提点,多多照顾。 周理珍和陈继刚在公司斗得难解难分,对外倒是一致地副词自笑。 我垂着头默默吃饭,余光中见周理珍微微醋了眉,顾可嘉正一脸深情地看着她。 顾笑连连点头,拍了拍女儿的手背,大笑起来,女大不中流啊,这丫头就会给我灌迷魂汤。 李珍,可嘉说你求过婚了,打算什么时候娶我的宝贝女儿啊? 她目光如炬,等着周理珍给她一个答复。 顾可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,她急着去看周理珍的反应,却不小心把酒杯打翻了,红酒洒了一地。 这个小插曲缓解了现场的气氛,顾笑宠溺地看着女儿,都是要结婚的人了,怎么还这么毛手毛脚? 李珍,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,你得好好照顾她啊。 众人的视线齐齐聚焦在周理珍身上。 我放下筷子,也大大方方去看。 周理珍嘴角勾起,眼神里荡起暖意,视线略过我,定格在顾可嘉身上,语气正重,好。 一片恭维贺喜声中,陈继刚洋装一脸骄傲看着周理珍,只有我发现她垂在两侧的手用力握成了拳。 近几年,周理珍在周胜站稳了脚跟,逐渐把陈继刚挤出决策层。 可陈继刚不死心,明里暗里总想争上一争。 她和周理珍为这几块地争得激进白热化,这一刻结果终于尘埃落定。 她输了。 她低头啄了一口酒,抬起时已换上得体的笑容。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,李珍和可嘉的喜事定下来了,我呢,也有一件事要宣布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我上一段婚姻呢,有一个女儿,因为工作忙,我没有把她带在身边。 但她很争气,大学毕业之后凭自己的努力在周胜立足,工作非常出色,我很为她骄傲。 陈继刚的目光扫过一圈座位上的人,最后落在我身上。 我心下一凉。 她扯出一个笑容,带着隐隐的骄傲和期待,朝我伸出手,明月,来,来爸爸这里。 一片死寂的沉默中,顾可嘉倒吸了一口冷气,怎么可能。 在场的人终于反应过来,各个目光震惊地看着我。 我淡定地站起身来,向陈继刚走去。 经过周李珍身旁时,我注意到,她脸上波澜不惊,只是眉眼坠着冰霜,周身气场低沉。 顾笑探究的目光如剧般落在我身上,意味深长地说,陈总好福气啊,儿子女儿都这么出色。 顾总过奖了,这些年,明月在李珍手下学习,早就能独当一面了。 我打算让她跟着李珍,负责七里湖那几块地。 我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,以后呢,就只想想想轻浮,代代孙辈。 这个世界,前世挣不完的,还是留给他们年轻人去闯荡了。 她这话,听在几个高管耳中,就是让闲的意思。 一时间,头向我的视线震惊中又带了复杂。 明月,来,给大家敬酒。 陈继刚笑眯眯地吩咐我,大概是心情好,她一连喝了好几杯,脸都红了。 我真满酒,正想端起来,周里珍已按住我的手背,略带歉意的声音响起。 明月未出血刚出院,不能喝酒。 这酒,我替她喝了。 毕竟,我也算她的,哥哥。 哥哥两个字被她咬得格外用力,刻意拖长了尾音,听在众人耳中, 估计又脑补了一番豪门恩怨大戏。 顾可家脸色冷明,看向我的目光又多了一丝极恨。 我轻轻拨开周里珍的手,落落大方举起酒杯,给大家敬酒,承蒙周总的悉心教导。 这八年,我在周盛成长了许多。 我是谁的女儿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。 我已经辞职了,今天也是我在周盛的最后一天,希望未来山水有相逢。 一番漂亮的场面话说完,我浅出了一口酒,满意地看见陈继刚的脸气的扭曲,又不得不隐忍着。 一顿饭吃得暗流涌动,饭壁,顾可家迫不及待牵着周里珍走了。 人都走完之后,陈继刚压抑许久的愤怒爆发了,当年带你进周盛,就是让你帮我盯着那小子。 这么多年了,你不但没给我透露半句,你还帮着他对付我。 爸爸只有你一个女儿,以后所有东西还不都是你的。 我做这么多,还不是为了帮你多争取。 你倒好,翅膀硬了,就想一走了之,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的苦心。 我笑了起来,迎着他凶狠的目光,语气平静冷淡,薄情寡义,过河拆桥,还不都是跟你学的。 你利用我,我利用你,扯平了。 陈继刚大概不知道,眼前他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,与十几年前他离家出走时,如出一辙。 那时妈妈刚过世,她在修车厂勾搭了一个富婆,三天两头不着家。 一天我午睡起来,发现她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,告诉我她要出去打工。 我那时已经懂事了,死死抱住她的大腿不让她走。 她气急了,抬手就给了我一记耳光,娘俩一个死得性,降得跟头驴似的,以后找你就去,就当没了我这个吧。 后来,我辗转在亲戚家,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,直到好心的邻居收养了我。 我在好心人的资助下,读完了高中,又考上了大学。 这时,沉济刚出现了,她说她就是那个好心人。 她说,她的资助是有条件的,她需要我进入周胜工作,当周李珍的助手。 她要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 我对此嗤之以鼻,愤恨不已,直接将她拒之门外。 后来我才知道,当年她借着那位富婆攀上了周妈妈这个高知,又凭手段掌了周胜的权。 可周李珍回来了,周家的人怎么甘心公司给了一个外人? 可沉济刚年轻时生活放纵,已经生不了孩子了。 这时候,她终于想起我这个女儿了。 半年后,我创业失败,欠了一屁股债,沉济刚又找上门了。 这回,我答应了。 周胜是业内龙头企业,跟在周李珍身边,我能学的,多了去了。 你要是能跟周李珍结婚,公司所有东西我都不会去争,以后不都是我外孙的吗? 这是沉济刚的原话。 她穷苦出身,骨子里信的还是血缘质上那一套。 因此,对于我和周李珍的地下关系,她一直争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可惜,她的美梦,今天破灭了。 以后,各走个路,你不是我爸,我也不是你女儿。 这句话,彻底击碎了沉济刚。 我转身出了门,却看见了周李珍。 我看见她眼底酝酿的风暴,也不知道她在外面听了多久。 张明月,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 她眉眼冷峻,眼睛却亮得吓人。 周李珍,这是我第一次直呼她的姓名。 沉济刚,她是她,我是我。 她的确想利用我,可我没做过任何背叛你的事。 这八年,我自问付出的劳动,对得起你给的薪水。 哦,是吗? 周李珍突然笑了,嘲讽得嘴角上扬,可你对得起我的信任吗? 你在床上取悦我的时候,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算计我吧? 沉济刚想必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交给你了,毕竟当年她也是这样上位的,果然是一脉相承。 她弯下腰,指腹在我脸颊打着圈,肌肤相处带来温热,可她薄唇清奇,吐出的话,一字一句全是含义,可我不是我妈,我脑子清楚。 张明月,三年前,我就知道你跟沉济刚的那点子关系了。 你头怀送抱,我将计就计,反正送上门的,不玩白不玩。 白白被我睡了三年,一点好处都没唠叨。 张明月,你见不见? 你拿什么根可加笔,你连她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 现在她回来了,你做不成周太太了,就想全身而退。 做梦,刺骨的寒意沿着四肢百骸游走,巨大的震惊夺走了我的呼吸,我只能正正地看着她。 原来,有始至终,可笑的人是我。 我自诩清醒,无数的挣扎和纠结后,还是一步步失了身,丢了心。 只有周理珍,才是真正的清醒。 她从头到尾没有爱过我,她像看一个笑话,看了我这么多年。 张明月,你是不是忘了,这一路我是怎么过来的? 背叛我是个怎样的下场?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 她阴冷的视线,缓缓地打亮着我,手掌抹扎着我的下额,舒然用力,疼得我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。 她低了头,轻轻吻去我脸上的泪珠,沙哑低沉的声音琴了冷意,六浦那块地,是你把底价告诉了陈继刚。 周理珍的语气不是询问,是陈述。 她告诉我,上个月竟拍到六浦那块地的新公司,幕后最大股东是陈继刚。 这些年,她在周胜一再被周理珍打压,便悄悄地在外搞起了自己的公司。 省省力气,别狡辩了,底价只有我跟你两个人知道。 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,可她却已然断定是我出卖了她。 为了钱,你什么都可以做,对吧? 她看着我,眼神里是全然的不屑和厌恶,活生生将我打入冰窖。 啪!忍无可忍,我一把推开她,一记耳光狠狠甩在她脸上。 她却不以为意地笑了笑,只副擦了擦唇边的血迹,抬眼看我时,眼神已恢复冷冽。 我敢保证,以后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,趁早,改行吧。 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身影,我头一回觉得,她是如此的面目可憎。 周理珍果然说到做到,下午,全公司都收到了人事部门的邮件。 我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被开除,因为签了竞业协议,三年内,我也无法在同类企业担任相关职位。 换言之,我在这个行业,彻底混不下去了。 小齐震惊三连,看着我欲言又止。 她不知道,怎么短短几个小时,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呢。 在众人猜测探究的目光中,我淡定收拾好东西,走出周盛大楼。 天宫不作美,初春的雨稀稀利利下个不停,天地间一片雾蒙蒙,我的脚步却越发坚定。 周理珍说过,八年了,连条狗都该摸清楚主人的脾气了。 可八年了,她却从未真正了解过我。 以至于半年后,她在一场行业交流会碰到我时,表情竟罕见正愣了。 透过层层人群,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,幽暗复杂。 顾可佳顺着她的视线也朝我看了过来,果不其然,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 她拉着周理珍很快到了我面前。 眉稍微挑,语气带着挑衅,张助理,我没记错的话,当初你被周盛开除,三年之内应该不能从事同类工作。 怎么,这才半年,就遵守不了了。 这下周盛的法务部有活干了。 我刚想开口,身后传来一道清润的嗓音,我们汉海聘请的人,怎么需要劳烦周盛的法务部来处理了? 顾可佳瞪大了眼睛,她竭力压抑激动,开口带了颤音,沈总,你怎么来景城了? 也难怪她激动,汉海集团是东南最大的开发商,今年才杀入景城市场。 这条过江龙实力雄厚,一来就连续几回压着周盛,拿了好几块亮地。 顾笑舔着脸,几次三番上门拜访,希望能跟汉海合作,都被婉拒了。 沈亦走了上来,我不露痕迹,往后退了半步。 周理珍轻轻扬了扬眉,目光若有所思,在沈亦身上打了个转,神色灰暗。 顾可加清了清喉咙,在开口脸上已是带了笑,我是怕沈总受人蒙蔽。 张明月以前是李珍的助理,她被开除,是因为做了,她刻意顿了顿,往我斜瞥了一眼,才继续说,具体我就不细说了。 总之因为她,周盛遭受了巨大损失。 我也是想给沈总提个醒,助理这个职位,还是要选人品靠得住的人。 沈亦摇了摇头,带着温和的笑,语气却梳理,顾小姐有心了,明月是我的学妹,她的为人,我自然再清楚不过。 顾小姐或许误会了什么,明月不是我的助理,她是明月设计工作室的创办者,是我们汉海专门聘请来的专家,专攻新一代产品研发。 顾可加连笑都无法维持了,她结巴道,沈总,沈总是在跟我开玩笑吧。 沈亦笑了笑,好心补充道,明月还是我们这次智慧人居护行的主讲人,再过半小时,就该轮到她上场了。 全程隐形人的周理珍终于开口了,她深深看了我一眼,张明月,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 我没理她,静止回了会议室准备宣讲资料。 周理珍大概心有不甘,会议小气时,我刚从洗手间出来,便被她拉进了一间无人的会议室。 已近傍晚,会议室里没有开灯,大落地玻璃窗外,晚霞如血。 她将我紧紧圈在怀中,灼热的气息全扑在我耳畔,嗓音暗哑,张明月,这才多久,你就傍上新金主了。 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。 别忘了,那个男人能给你的,我也能。 我简直都要气笑了。 周总裁大概是有健忘症,忘了半年前,是他亲手将我狠狠推离的。 如今这样惺惺作态,无非是占有欲作怪罢了。 被开除那天,我就拉黑了周理珍所有的联系方式。 但我还是会从小琪那里,时不时听说许多关于她的消息。 小琪说她泡了二十杯咖啡,周理珍还是不满意,最后气得把杯子给摔了。 说她接到好多次内线电话,那头的周理珍一声不吭,默默又挂掉了。 说她进去送文件,看见周理珍捧着一个首饰盒,正正地看了许久。 说她喝醉了酒,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念念。 我不厌其烦,把小琪也拉黑了。 我知道,周理珍只是习惯了我在身边。 我走了,就像丢了一件用惯了的东西,她讨厌这种被抛下的感觉。 但凡周理珍对我上点心,就该知道,我大学的专业是建筑设计。 刚毕业时,我心高气傲,和几个同学搞了个小工作室,专门给中小开发商出设计方案。 由于经验太少,处处碰壁,工作室最后倒闭了,我欠下一屁股债。 后来因为沉寂刚,我进了周胜,如今八面玲珑的手腕还是跟着周理珍,一点点学来的。 我还考了在职研究生,空闲时间全花在学习上。 我从未放弃过年轻时的梦想。 八年后,这些都成了我潇洒离开,重新开始的底气。 在这一点上,我是该感谢周理珍的,某种程度上,她成就了现在的我。 她能给我全部的信任。 她能由衷地夸奖我的创意,肯定我的付出,赞赏我的努力。 她不会带着上帝视角,看着我像一个跳梁小丑,在感情的独角戏里挣扎纠结,耗尽最后一点爱意,最后带着满身伤痕离开。 你能吗? 周理珍果然被我这话刺激了。 她张了张口,似乎想反驳,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 我奋力推开她,深吸了一口气,所以,别再说这些无聊的话,你心底清楚,这改变不了任何东西。 周理珍将在原地,眼里浮现怅然,这八年,我在你心里,我跟你的关系,就只是,我不耐烦地打断她,周理珍,别自欺欺人了。 就算我说不是,你会为了我,不跟顾可家结婚吗?你不会。 我跟你的那点情意,跟你的野心,跟你的前程比起来,算得了什么? 没有人蠢地跟前过不去。 都是成年人了,权衡利弊,是基本功。 周理珍默默松开了我,脸色颓唐,目光中竟带了一丝茫然。 我趁机推开她,打开门出去。 顾可家赫然站在门外,神色扭曲,目光凶狠。 事情发生得实在太过突然,以至于顾可家手上那杯红酒朝我泼来时,我竟一时没躲开。 李珍,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你为什么还会跟这个女人纠缠不清? 顾可家暴跳如雷,平日里高贵优雅的模样当然无存。 周理珍一个剑步跨了出来,挡在我面前,一向冷淡的嗓音带了怒意,可家,你能不能理智点? 顾可家一脸受伤的表情,她狠狠瞪了我一眼,你怎么老是阴魂不散? 别人的男人也要沾? 你见不见? 我平静地指了指头顶的监控,提醒她,顾小姐,如果你在出口伤人,我不介意报警处理。 顾可家还想开口,却听周理珍说,可家,给明月道歉。 她顿时一脸见了鬼的表情,不可置信地看着周理珍。 见她态度没有松动,她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,扭头给了我一记白眼,踩着高跟鞋走了。 周理珍回过头,脸带歉意,我替可家向你道歉。 我勾了勾唇,示意她凑近些。 周理珍眼里闪过一丝惊喜,她迫不及待地低了身子,听我说,六普那块地的底价,除了我和你,还有第三个人知晓。 那天,顾可家在茶水间读我,是因为她进了周理珍的办公室,看到了那个首饰盒。 跟盒子放在一起的,还有我刚浇上去的六普地块策划书。 聪明如周理珍,瞬间就猜到了真相,她的脸色陡然暗了下去。 擦肩而过时,她拽住了我的胳膊,我会查清楚,给你一个交代。 不用了。 我看着身上白衬衫的乌迹,无奈苦笑,正想进洗手间补救一下,周理珍脱了西装外套,就想往我身上披。 明月,别着凉了。 一件带着体温的外套罩在我身上,我扭头一看,是沈亿,她抢先一步给我披上了衣服。 走吧,宣讲会该开始了。 周理珍站在原地,拿着西装外套的那只手无力低垂。 我知道,她的目光久久追随着我,但这一次,我没回头。 我换上女同事的白衬衫,上台做了宣讲。 宣讲很成功,台下掌声如雷。 毕竟我操刀的这个户型,实用率高达九成,首创小户型挑高设计,对刚需群体来说堪称完美。 周理珍坐在第一排,我能看清她眼中的震撼。 毕竟过去的八年里,她才是站在台上风光无限的那个人。 我是台下那个操心各种琐事的人。 会议结束,周理珍想送我,我扭头上了沈亿的车。 昏黄的路灯下,她孤独的身影被无限拉长,很快被夜色吞没。 我默默关上车窗。 沈亿看了看我,笑着说,她的确足够出色,可惜,不适合你。 我也笑了,没错,所以不必浪费时间。 没过多久,周理珍来找我。 我早就搬了家,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的地址,我下班回家时,就看到她站在楼下。 景成已入了冬,她身上头上附着一层薄雾般的雪花,也不知道来了多久。 我目不斜视,龙紧大衣领子,脚步没有停留。 她轻声叫我,念念,对不起。 我懒得听她废话,擦肩而过的瞬间,她拉住了我的手,与带恳求,能不能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。 我吃笑,补偿。 怎么补偿?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势盒,熟悉的刺目。 打开了,却不是那对珍珠耳环,而是一对月亮对戒,镶嵌了璀璨的钻圈。 她小心翼翼地捧着对戒,像捧着珍贵的物件。 过去我一门心思想着扩大周盛,想着完成外公的遗愿,我以为,我的心里,装不下那么多东西。 可你走了之后,我才知道,你对我有多重要。 我知道,你从小没有家,所以你才会这么痴迷设计房子,设计一个家。 我也想给你一个家,念念,我们,能不能从头来过? 周理珍目光灼热地看着我,仿佛要把她那颗心掏出来,摊在阳光下,让我看清楚。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,周理珍,你真的很可笑。 我真心真意待你的那些年,你半点真心都不肯付。 现在来我这套真心,你脑子进水了。 难道我张明月在你心里,就是那种只会在原地等你,照之极来的货色? 你未免高估了自己,也低看了我。 我张明月敢爱敢恨,绝不吃回头草,你趁早死心了吧。 我狠狠甩开她的手,那对界在空中转了一个圈,一下子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。 周理珍正正地看着雪地,脸色一片惨白,像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。 过了好半场,她才回了魂,眼角泛了红,勉强勾了勾唇角,全是无奈,你这样。 让我怎么找啊? 我静止朝前走去,听见她在后面虚弱的哽咽,找不到,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? 我一步都没停留。 入夜,下起了雨,冷风吹得窗户哗啦响。 我洗完热水澡,披着玉袍去关窗,却看见周理珍还在楼下。 她弯着腰,赤着手,在雪地里拼命翻找,寒风七雨中,她的身影十分狼狈。 我面无表情,关好了窗,拉上了窗帘。 第二天我起床上班时,她已经不在了。 下班的时候,小琪给我打来电话,语气卑微,张助,周总高烧引发肺炎,先在医院。 你能不能来看看她,她睡了,嘴里还一直叫着你的名字。 那是她活盖。 以后,有关她的任何事情,都不要再跟我说。 在小琪的惊呼声中,我挂断了电话。 我心无旁骛,埋头工作。 这段时间,我有个大任务。 顾可嘉不是个恋爱脑,她看出周理珍的心在摇摆,马上果断抽身离开。 顾笑爱女如命,自然对周理珍存了不满,原先的承诺便做了罢。 所以,七里湖地块公开竞价招标。 沈亿告诉我,七里湖地块由政府主导规划,开发商发挥的空间不多,户型设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。 只要我们的设计方案足够出色,拿下地块的机会就大了许多。 毕竟钱不是问题,周胜给得起的,汉海也可以。 我为这个方案早已准备许久,胸有成竹。 竞价会那天,凭借超前的设计理念,七里湖地块毫无悬念落入汉海手中。 周胜在景城的控制里,开始分崩离析,损失一亿计。 庆宫宴闹到了大半夜,我被一众同事起哄着喝了几杯,实在不胜酒力,便找了个借口出来透透气。 阳台的风太大,我吹够了风,一转头,却看见周里珍。 恭喜你,念念。 她艰难起唇,眼里是清晰的苦楚,离开我,你果然过得越来越好。 不,不是你的原因,你根本影响不了我。 我是因为我自己坚持的梦想,才越来越好的。 周里珍还是不够了解我。 她不懂,现在,我自己就是翱翔蓝天的飞鸟,不需要她的感情来证明自己。 再见了,周里珍。 我与她擦肩而过。 朝阳出生,明媚春光,如期而至,宛若新生。 真好。 晚安。